表面上看的 宋大成挺窝囊 也不算聪明 在爱情的竞争当中 没能获得他意中人的这种芳心 但如果说 咱认真分析一下这个人物 你就会发现 他比谁都敞亮 能立得住脚 能担事 你比如说在剧里边 宋大成蒙冤入狱两年 这要换一般人 这事儿肯定受不了 但是你看 宋大成出狱的时候 拍拍衣服 人家说一句 男人嘛 心里头 多经点事儿 结实 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 甭乱提了 这人一辈子 什么事碰不上 花钱啊 能买个教训 倒是好事 男子汉嘛 多经受点 结实 硬了 你看 一句话 把这个男子汉的这份胸襟表现得那是淋漓尽致 可以说啊 李雪剑呢 愣是把配角给人演成了 可能大伙就觉得奇怪了 说这剧本怎么还能边拍边写呢 这话咱们还得回到三十年前 三十多年前了 一九八九年初 这么一天 这卢晓威在外地拍戏呢 就接到了这个当时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副主任郑小龙的电话 说你呀 赶紧的你把手头的这些工作你都放下 回北京你来接一个紧急任务 怎么回事呢 当时这个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呢 就接到北京电视台下给他的一个紧急任务 这个工作 说让他在一年之内 用大概一百万左右的资金 要拍出一部五十集的电视剧 这任务你要一听 这几乎就是一个不能完成的任务 那这个任务究竟从何而来呢 怎么来这么个任务 这还得说到啊 当时中国电视领域的一个实际的发展情况 你看上世纪八十年代 中国电视机拥有量 是以每年百分之三十的速度增长 中国人已经就是摆脱了那种几十个人 在院子里头围着一台电视机 可能看那个历史已经没有了 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 在自己家客厅里边 单独摆这么一台自己的电视机 当时结婚不得讲的三大件吗 彩电冰箱洗衣机 那随着电视观众的增长 中国人对电视剧这个需求 也是与日俱增 看的人多了 那你给人演啥呀 如果要不在一年以内 赶紧拍出来这么一部五十集的电视剧 那接下来这一年 北京电视台没米下锅了 那卢小薇当时听完赶紧的急急忙忙就回到北京 这时候距离拍摄就剩下不到三个月 他就跟郑小龙说 说拍啥呀 我这着急忙忙回来了 你把剧本给我看看吗 没想到 郑小龙告诉他 没剧本 就有一个奇万字的故事大纲 卢小薇当时一听是目瞪口呆呀 你就是 我这有时不看的